大家好 今天是2020年的7月2号 那昨天香港人真的是又一次让狗哥呢是刮目相看啊 大家都知道这个中国政府强推的国安法 昨天呢是在香港正式落地 其实呢最准确的讲呢 是在前天晚上 也就是6月30号晚上的这个11点钟 在香港呢是正式落地 正式实施 那狗哥呢在前天的影片里点评了 可以说呢就是从这个时间点开始啊 那中国共产党中国集权的这种红色恐怖呢 他是正式啊在香港落地 但是呢在昨天还是有很多的香港人呢敢于走上街头 抗议国安法落地来抗议中共集权 而且呢还有很多人呢在昨天呢是被逮捕 那这个呢真的是让狗哥呢是刮目相看 香港人真的是很了不起 国安法的这个具体的条文详细的内容 其实呢已经是没什么可说了啊 说这些东西啊在狗哥看来呢已经是没什么意义了啊 因为这个所谓的法律本身呢 它就是一部恶法 根本呢就不能算是法律 而且呢还可以肯定从昨天开始 那中国政府呢在香港呢 其实呢就可以正大光明的 无法无天的去搞各种的这个红色恐怖活动 根本呢就不会受这个法治的约束 所以呢在狗哥看来 解读评论这个法律的条文啊具体内容啊已经是没有太大意义了啊 当然了这个香港的这些法律界的专业人士啊 他们呢还需要去进行这个认真解读的啊 包括香港的法官啊律师啊 还有研究法律的这些个学者们 他们呢还是需要去研究这些具体的法条的啊 因为在将来呢 他们呢还不得不依据这个法律的条文呢 来给香港人的做辩护 来尽可能的去保护香港人的自由 那中国国安法的香港落地 国际社会呢也是已经有了一系列的反应 狗哥在这说的这个国际社会呢 基本上就是指现代文明世界啊 在这呢 还会有一个老问题 就是很多的网友呢 会认为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反应的不够强硬 基本上都是口头的表态 没有非常严厉的对中国政府的惩罚呢 和制裁措施 肯定呢会有很多网友呢 是这种意见 包括香港的网友 狗哥呢 当然呢也是希望 现代文明世界能够对中国集权的扩张 能够对这个中国集权 对现代文明世界的侵犯 做出更强有力的反应啊 从去年的这个香港的反送中运动开始 狗哥呢也是这么希望的 但是呢 狗哥呢也知道 希望归希望 现实归现实 那来自外界的这个支持啊 总是会比较慢的 比较滞后的啊 一个地区这个问题的解决啊 归根结底 还是要靠这个地区民众自己的努力 特别呢 是精英阶层的努力 所以呢 对于外界的支持啊 对于来自其他国家的这个支持 你可以去努力的去争取 而且呢 你必须要去这个努力的争取 但是呢 同时也没有必要抱这个太高的期望 更没有必要呢 去抱怨 有太多的埋怨 毕竟呢 归根结底呢 自己的城 还需要自己去救 自己的国呢 也需要自己去救 那对于来自外界的任何的帮助 心存感恩就可以了 这个呢 是狗哥的观点 那到目前为止 现代文明世界对香港人的帮助 最实质的就是提供了各种各样的这个传票啊 要帮助那些希望从中国红色恐怖里逃走了香港人 这里边呢 这个力度最大的是英国 这个呢 也很正常 因为毕竟呢 英国呢 他是曾经治理了香港一百多年 那把这个香港的主权交给中国共产党呢 也是英国 所以呢 英国呢 就对香港人 他有一份这个特殊的责任和道义啊 昨天7月1号 这个英国政府呢 他是正式宣布开始执行对香港的BNO移民新政策 那英国要修改BNO政策 允许香港人大量移民英国这个事呢 狗哥在以前的影片里呢 已经比较详细的讲过 这个呢 就是英国回应中国在香港强推国安法的一个非常具体的措施 那昨天这个中国的国安法在香港是正式落地 英国政府呢 也是在昨天宣布 关于BNO香港人的新政策呢 开始实施 具体的情况呢 就是持有英国BNO护照的香港人 以前呢 他们一次性的最长只能在英国呢 是停留6个月 但是呢 从昨天开始 持有BNO护照的香港人进入英国以后呢 就可以在英国停留长达5年的时间 而且呢 在这5年的时间里呢 香港人呢可以在英国工作啊 忙5年以后就可以申请在英国的长期居留许可 那再过一年就可以选择呢 去获得英国国籍 成为英国公民 这个呢 针对香港的新政策是从昨天开始啊 那如果有这个BNO护照的香港人昨天到达英国 应该呢 就可以根据这个新的政策 在英国开始新的生活了 这个呢 就是现代文明世界里啊 到目前为止采取的力度最大的向香港人提供救助的措施啊 是来自曾经治理过香港的英国 第二个 现在文明世界里对香港人的非常实际的救助呢 是来自台湾 昨天这个台湾陆委会设立的台港服务交流办公室 是正式开始运作 那台湾的朋友们应该都知道这个台港服务交流办公室呢 是根据上个月18号台湾宣布的香港人道援助关怀行动专案设立的 这个行动专案的一个主要目的呢 就是要给香港的抗争者提供帮助 帮助他们呢 在台湾找到一个避风港 另外呢 这个行动专案呢 还要服务那些希望通过正常程序到台湾移民留学创业的香港人 那很显然呢 这些呢 都是对希望逃离红色恐怖的香港人的这个非常切实的救助措施 那台湾的陆委会这个新机构选择在昨天 也就是香港国安法落地的第一天开始运营 那这个呢 很显然 他也是对中国政府呢 释放了一个政治信号 就是台湾愿意跟香港人站在一起 坚决反抗中共极权 反抗中共霸凌这么一个信号 所以呢 这个中国的国台办呢 就很生气啊 昨天呢 就表态 拿香港国安法呀 来威胁台湾政府啊 他的原话是这个 香港国安法必将斩断民进党当局乱港的黑手 所以呢 这个香港国安法呀 他真的是很厉害 非常非常的厉害 他不光是管香港 还要管辩全世界 包括台湾 大家都知道这个 中国政府的宣传里呢 是经常批评美国在全世界的霸权主义 长臂管辖 但是现在的这个香港国安法里边的第38条就规定 即便不是香港人 即便是发生在香港以外的行为 香港国安法也有管辖的权利 那大家说中国跟美国比起来到底谁才是真正的霸权主义啊 到底谁的胳膊肠 狗哥呢是认为啊真正的流氓肯定的胳膊是最长的 这个呢是来自台湾的对香港人的这种非常实际的救助啊 昨天台湾陆委会下属的台港服务交流办公室正式开始运营 美国这边在香港国安法落地几个小时以后呢 美国国会的参众两院的议员就提出了一个新的法案 叫香港避风港法案 要求美国政府呢向受到政治迫害的香港人提供难民身份 这个法案的主要内容呢 就是这个香港居民因为表达政见 或者是和平参与这个政治活动 如果说遭到迫害 或者说呢有充分的担忧会面临迫害 那这些人呢便有资格在美国呢取得难民身份 他们的配偶啊子女啊 还有中国籍的父母呢 也会得到同样的待遇 相关的文书工作呢 可以在香港啊 或者说是第三国来进行 那这些难民呢 可以申请美国的永久居留权和公民身份 而且呢不受美国现有的难民数目上限限制 比如说曾经参加过去年的反送中运动 或者是昨天的这个反国安法抗议活动的香港人啊 不管呢是以什么身份参加的 那只要因为参加这些活动 被香港政府起诉拘留 或者说是定罪 那就符合根据这个法案 向美国申请政治避难的身份 大家呢应该都知道 在香港问题上 这个美国国会的参众两院不分党派啊 那这些议员们的意见呢 基本上都是一致的 所以呢 昨天新提出来的这个香港避风港法案 狗哥认为呢 应该很快呢就会在国会通过 并且呢送给美国总统川普去签署成为法律 那现代文明世界的其他国家 最新的消息还有这个来自澳大利亚的措施 澳大利亚的总理莫里森 今天呢他是通过媒体表示 澳洲政府呢正在非常积极的考虑 向香港人提供安全避难所 他说呢 这个几个星期前 澳洲政府呢就开始研究这个政策 目前呢正在进行最后的修改 一旦确定会及时公布 这个呢是澳大利亚的最新的表态 而且呢狗哥呢可以确定 在将来像新西兰 像加拿大这些国家 也都会出台向香港人提供船票的政策啊 给希望逃离红色恐怖的香港人呢提供机会 另外呢还有日本 可能有网友呢已经知道 在上个月的11号 日本首相阿美金三呢 他已经表示会积极的吸引香港的金融人才来日本 那这个呢很明显就是针对中国在香港强推国安法说的 因为国际社会是普遍预计 这个国安法在香港落地以后呢 那会有不少香港的精英呢会选择离开香港 其中呢就有很多呢是属于国际金融人才 日本媒体呢在今天呢又有进一步的报道 是说呢执政的自民党正在考虑吸引香港金融人才的措施 包括延长他们在日本的拘留时间或者是这个通过减税 要吸引有金融人才的这个香港的企业迁往日本 现在这个日本政府啊 他呢也是有一个雄心壮志 希望呢是能够把东京打造成新的国际金融中心 用来取代这个一国一制之下香港的地位 那日本政府他们正在考虑的新政策 虽然说呢他是针对香港人里边的这个金融人才 但是呢毕竟呢也是为一些香港人呢提供了机会 当然了这个呢也是香港人可以考虑的一张船票啊 那看到来自现代文明世界里所有的这些措施 狗哥的脑子里啊就会有一个词就是大逃港 就是这个词 大逃港这个词啊现在呢总是会在脑子里啊 正在看狗哥影片呢 这个朋友们大家呢是不是都知道大逃港是什么意思 就是曾经发生在几十年前的大量的这个中国大陆的民众 为了逃避中国共产党的统治 偷渡到香港的这个历史事件 从一九五零年代到一九七九年三十年的时间 有超过一百万的中国大陆民众是逃到香港 中国的这些个五毛战狼粉红们 在这能不能稍微的动一下脑子想一下 那个时候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你们的同胞愿意冒着这个生命危险 从中国大陆逃到英帝国主义统治下的香港 那个时候的大逃港是中国人从大陆从中国共产党的统治下逃到香港 那现在又出现了大逃港 是香港人呢要从香港逃离 要从共产党完全控制的香港逃到现代文明世界 狗哥认为呢 这个呢真的是非常非常让人感慨的一个事 为什么 为什么共产党的统治总会让很多人选择逃离 这个是为什么 现在呢大家都可以回头看 回过头仔细想一下 中共统治了前三十年那超过一百万的选择从中国大陆逃走 逃到香港的中国人 他们在当年的那个选择有没有错 他们现在的整体的状况跟当年他们还留在这个中国大陆的他们的亲戚啊 他们的朋友比起来 那到底是好还是差 香港的朋友们肯定会更了解这方面的情况 而且呢狗哥可以确定 关注狗哥频道的香港的朋友里边 应该呢有不少人他们的父辈啊 或者说他们的祖父辈啊 就是当年大逃港去的香港 从那个时候呢 才成为了香港人 那这些朋友呢 显然呢会更有发言权 所以呢 狗哥呢也是特别希望能看到你们的留言 狗哥是认为啊 从整体上看 当年大逃港的那上百万的中国人 他们的选择是没有错的啊 那现在呢其实呢又到了一个大逃港的时刻 狗哥说了 这一次呢是香港人要从香港逃离 要从共产党完全控制了香港呢 逃到现代文明世界 那这一次到底会有多少人 从香港逃走 现在呢这个恐怕谁也不知道啊 香港人自己也不知道 因为这个事情呢才刚开始 那这一次的大逃港呢 肯定呢会有不少人选择离开 但是呢也会有很多的这个香港的抗争者呢 会选择留下来 那到底是应该离开还是应该留下来 狗哥呢不做评价 狗哥呢也没有资格对这种个人的选择呀 进行评价 那到底应不应该 或者到底是对是错 归根结底呢 这些呢都属于个人的选择 都需要个人呢 根据自己的这个真实的内心来做出选择 并且呢愿意去承受做出这种选择的代价 还有后果 对于中国大陆的网友呢 狗哥呢会有一个建议 就是只要有能力就尽早选择移民 这个呢也是狗哥这个频道啊 从开始以来 从开始的第一天一直以来的一个建议 但是呢对香港的朋友啊 狗哥呢没有什么建议啊 狗哥呢也没有资格提什么建议 那对于正在出现的大逃港的现象 中国政府怎么办会怎么去应对 香港的朋友们都知道 现在这个最受关注的传票呢 就是英国的BNO政策啊 已经有这个BNO护照的香港人呢 差不多呢有接近30万 那有资格获得这个BNO护照的 香港人的总数量呢 应该呢是达到了300万 所以呢从理论上讲 从昨天开始这300万人呢 都有资格马上离开香港移民到英国啊 当然了这个最终选择移民英国的香港人呢 肯定不会有这么多 肯定呢只是这300万香港人里边的 很少很少的一部分 现在这个中国政府的官方态度是坚决反对英国的BNO政策 反对英国呢是大规模给香港人发这个BNO护照 让香港人大量的移民英国 英国卫报今天的报道说呢 呃中国驻英国的大使刘晓明 是发了一个最新的声明 还是强烈反对英国对香港人的这个BNO新政策 而且呢刘晓明还威胁说呢中国政府要采取反制措施 那卫报呢对刘晓明的这个声明的解读就是呢 中国政府呢可能会采取措施来阻止香港人获得这个BNO护照 对于这种可能性呢英国的外交大臣拉布也说了 如果中国政府呢真这么干啊就是采取什么措施来阻止香港人获得BNO护照 那英国政府呢可做的呢也不多也就是说呢基本上也没什么办法 所以呢其实呢根本就不用狗哥给什么建议了 那有资格去申请BNO的香港人是不是都应该尽快的去申请 并且拿到这个护照避免夜长梦多 现在呢大家呢就可以思考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就是中国政府中国最高领导的习近平对现在大逃港的真实态度 他们的官方政策这些个外交部的这些冠冕堂皇的讲话呢肯定呢都是反对的 但是实际上大家呢也可以思考一下 他们会不会呢也愿意看到一批香港人选择离开 这个呢可能呢就是中国政府希望的这种腾龙换鸟的办法 主动选择离开的香港人肯定呢都是特别不喜欢中国共产党 特别不喜欢中国集权的人 那这些人离开香港了是不是中国政府是特别愿意看到的啊 是不是就是所谓的这种留倒不留人 那这些反贼走了以后 那中国呢是不是可以从内地移民更多的这个顺民到香港 来填补这些离开的香港反贼们留下了空白 那这样的话呢香港人的组成呢是不是就会发生一个比较重大的改变 那中国政府在香港的统治是不是就稳了啊 大家都可以思考这个问题 今天影片的最后呢狗哥呢再说一个词就是种族清洗 大家说这是不是香港正在面临的状况 好了今天就聊这么多 非常感谢大家的观看 也欢迎大家呢能够点赞评论 转发分享狗哥的这个影片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